大家好 我是港珠 這集你是一集英國新聞快信 和大家很快更新一下英國大選的走勢 因為有最新的民調顯示 今次工黨可能贏到開項 保守黨可能輸到七個一皮 所以和大家談談究竟現在的走勢是怎樣 當然這個會變化的人 或日後會再和大家在選舉前更新 先看第一個數據來源 就是BBC的新聞網 他們整理了不同的民調機構 他們得出來的不同的黨的支持度 如果明天大選 即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究竟哪個黨會獲得多少票數呢? 現在暫時看到 大贏家就是工黨 45個百分點的支持度 當然有個範圍 但平均數字是這樣的 保守黨只有24百分點 即是連四分之一都沒有 第三就是Reform UK 這也是猜不到 因為竟然比自民寶更高 比自民寶更高 只有10個百分點 之後就是六黨 如果看看有效範圍 很清楚看到走勢 一枝獨秀就是Labor 完全要領先 如果跑馬仔的話 已經贏了幾個馬位 應該沒什麼可能會輸 接三聚贏多少 保守黨還是保持第二的地位 僅僅低於四分之一 剛才說了 我們叮叮馬頭 就是欠第三名的 就是Reform UK和Nip Zemba 不過要留意 這只是黨整體上的支持度 但去到選舉 因為視乎每個區 你擺什麼人出來 你的對勢是什麼 Reform UK 未必是大家想像中 拿到這麼多席位 這是比較右翼的思維政黨 會不會好像歐洲其他地方 越多右翼的政黨 可以拿到更多位置 專頭去看看另一個 調查機構的數字 但暫時來看來 支持度是不低的 證明民意也有 反正有十個 有超過一個人 是支持Reform UK的 而Libdam 即自民黨 傳統上 比較中產 或是在南英格蘭 耕耘多些 這個 只有八點 十左右的支持度 接著我們要看 這個就是YouGov這個民意調查機構的調查結果 他們根據民意調查 做一個 simulation 做一個數學模型的評估 估計2024年的大選結果 究竟可能是怎樣的 他們訪問了 是超過五萬個英國威爾斯成年人 另外5500個蘇格蘭人 所以整體差不多六萬人的接受訪問 都有一定的 我們可以叫做參考價值 首先看看地圖 看見可能會嚇一跳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為何藍色的地方都佔很多呢 以面積來說 大家要留意 他將每一個選區畫一條界 如果他估計 根據數學的模型評估 問以支持度反映到 可能皮膚收湯營 就會整格填藍色 但大家要注意 每個地方都是一個位 一個席位 所以我們數人數 是比面積重要 有些地方很荒蕪的 沒有人的 可能很大面積 也只有一個國會議員的席位 整片都由了去藍色 不代表等於保守黨支持度很高 這個不是國界 不是疆界 看回數字就會發現 保守黨今次 根據數學模型的評估 是會拿到422個位 即是比上一屆 2019年的大選 是增加了220個位 好厲害 好像增加了一半 而保守黨就會大減225個位 只剩下140個位 自民黨都會加的 加37個變成48個 這是一個評估 接著是SNP 在蘇格蘭那邊 17個位 跌了31個 有很多可能會進帳 給工黨 待會再說 可以看到面積上面 好像見到紅藍 好像分庭抗禮 其實不是的 在數目上面 反而是工黨 是壓倒性的勝利 絕對過半 大家看這個數字已經知道 絕對可以自行執政鏈 聯合政府也不用做 這只是一個估計 他們有每個區 根據那個支持度 各樣的 因為民意調查 有幾萬人 真的可能每個選區 都會有一些 我們叫做受訪者 表達他們的意見 所以他們就從中 可以得到全國的數字 如果比較2019年的大選結果 和今次YouGov 他們這個民意調查 再加數學模型的運算 就會見到很清楚 見到刺少被將 保守黨大叔 以及工黨大將 其他呢 見到Lip Dam 都是得到很多支持 反而蘇格蘭的S&Q 會縮很多 因為似乎工黨 在蘇格蘭的聲勢都不錯 所以似乎是 看得到很好的情況 結果 而剛才所說 民意支持度 有8-11的Reform UK 反而是一個位都沒有 等一下會說為什麼 大致上來說 你民意高 但是你真的選舉 head on competition 你要跟別人欠一個位 每個選區 其實很多區 可能都是第二支持度 即是他不夠能力 去拿到一個位 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而大家可能會關心 就是一些 我們叫做比較出名的 現在知名的政壇人物 他們的位會怎樣 例如根據這個調查 現在的財相侯俊偉 保守黨的 將會面臨其他人的競爭 而很有可能 根據這個統計 有可能會輸了他的位 即是不單是沒有機會 做執政黨 可能他連國會議員都做不到 即是 不要說繼續有機會做財相 或者內閣被擔任任何職位 基本上 連國會走進去都沒有資格 作為議員的身份 這個就是第一個 可能會落馬 另外就是教育的大臣 這個也是 有機會 因為現在似乎 民意調查出來 保守黨和Lib Dam 是叮叮馬頭的 差得很緊的 有機會輸馬備 或者有機會贏少少 不知道 但是暫時 都是覺得很緊的 另外就是 Theresa May 在前手上 已經決定了不再選 似乎都是在藍王之間 即是Lib Dam 和保守黨之間 這個位置 如果現在拿出來選 Theresa May 不選 保守黨的人 是否可以繼承到這個位置 現在似乎是叮叮馬頭 另外就是 Micro Goff 這一個 亦都是很多人認識他 沒有記錯 他好像是否做房屋 還是什麼 Leveling Up 那些 這個內閣大臣 又是他的位置似乎很緊 究竟是不是真的 保守黨可以保留這個位置 都是未知之數 而另外 大家可以看這個數字 就見到 有一些是叮叮馬頭的 他要列出來 是哪個黨和哪個黨 之間叮叮馬頭 在哪些選區 例如 保守黨和工黨 很多地方都是叮叮馬頭 三十幾 到三十幾 即是說 三個不辰 選期間 發生什麼醜聞 我不知道 可能有僭建 那些 可能隨時會 中伏 有機會 其中一邊會輸 也不出奇 另外看下去 也有一些是保守黨和自民黨 只爭不過少些 另外就是 SNP和保守黨 SNP和工黨 等等 這些 看到其實似乎最大的 競爭得很激烈那些 比較多 暫時會是 保守黨和工黨 兩個有很多的選區 都會叮叮馬頭 拉鞋得很緊要 而至於其中一個 我近年沒有去得很快的就是 綠黨 綠黨現在 他們 根據這個估計 是有可能會得到兩個席位 即是 可以保留現在一個位 然後 更可能進漲多一個位 加100% 很厲害 要薪金可以加100% 也很厲害 而且 似乎有46選區 他們可能會得到 第二多票數 即是選不到 但似乎支持度很高 綠黨是沒有升得很快的 即是 在英國過去這麼多年 近幾次大選 每次都有進漲的 即是說支持度的票數上面 雖然位置上面 就不可以說很大幅度弱進 但是 支持度是越來越高的一個政黨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即是 會不會綠黨 破紀錄拿到兩個位 雖然他們 不會左右到政壇 那個影響 那個發展 尤其是 似乎工黨也不需要 離合政府 不需要拉到其他一輩子的黨 但是 這個黨它的冒氣 是不是反映了他們的 一些價值觀 是得到英國人的支持 這個呢 有機會和大家談談 英國這些小政黨 他們究竟主張什麼 以及 究竟他們 會不會影響到 英國的生態 政治生態 有機會和大家 再開一集 講一下這個話題 跟著當然要講 Reform UK 這個是 可以說 比較右翼的一個政黨 而且很多人認為 他們對於 這個保守黨 有一定的威脅 因為保守黨 現在似乎 Lipdown又夾了他們的票 然後 Reform UK 又夾了他們的票 好像 被人分了很多票 最近 一個消息 就是他們的重量級 的大佬 Nigelle Farage 就宣佈參選 今次這個民調 就未能反映到 他宣佈參選 因為他剛剛宣佈參選 所以 未知有什麼影響 而現在 ViewGov他們的所謂模型 估計 有機會 他們會在 27個選區 排第二名得票 但不代表他們可以得到 因為 就是了 你每次都是 你拿不夠票數 是可以獵贏 一些其他政黨的候選人 所以 暫時根據現在的數字 他們未必有任何席位 當然未來的 不知道 還有幾個星期 但是 從他們的支持率 有11% 剛才看BBC 他們引述的平均數據 大家看到 其實這種比較 反對移民 比較右翼的 比較排外的思維 政黨 是越來越多 一些人的支持 尤其是 這個Reform UK 是要求 Zero Migrant 即是說 零移民 所以 保守黨 剛剛所知 他們出了一個新的政綱 就是說 他們想每年 會將移民的數字 減 而且還要是 每年有一個新的數字 以及拿到國會 那裡 即是說 保守黨發覺 不僅是損失這些 比較右的支持者 所以他們是要開始 加緊 去做些事情 要連這個 減移民 都開始搬上去 檯面 又是找一集和大家 再說一下 這個移民政策是怎樣 但是大家看到 這種思維 開始抬頭 所以 可能有些人都說 這班 BNO港人 來英國 你們出事 怎會讓你們留下 因為他們最排外 現在 純粹從這個 民意圈的數字顯示 確實 這一班 比較排外的 比較不喜歡 新移民的 這些政黨的支持度 是正在上升 甚至影響到 現在希望欠多些票數 保守黨 似乎都會想靠邊 向那邊 還早投出工黨 說要削多少移民 在這次選舉中 一早衝出來說 要削多少移民 甚至要定個每年一個CAP 這樣 似乎看到保守黨很急 希望搶到這些選民的支持 至於LIPDEM 剛才說過 大約會拿到 48個席位 這也是比較多中產 比較多在英格蘭南部 尤其是倫敦的西南 倫敦南面 都挺多支持的政黨 雖然它歷史性 最高一次 205年有62個位 今次未必挑戰到 今次是48 估計還有一些距離 但都算是很好的 因為在2019年 他們沒有拿這麼多位 今次可以說 收復不少的失地 至於蘇格蘭 工黨今次會進漲很多 估計得到34個位 而SNP只有17個 事實上 最近之前有補選 工黨打開了勝利之門 在斯康蘭 拿到席位 這是一個很歷史性的時刻 令到他們覺得 似乎他們在今次選舉 有機會蘇格蘭 拿到不少位 而且這個可能 會幫助他們 有一定的支持 影響力 和票數上 或者人數上 可以令到他們更加容易 鞏固到他們 在國會 可能會有領導地位 Kia Starmer 很開心 應該可以入住 唐靈街10號 應該沒什麼懸念 連蘇格蘭德都供陷 似乎 今次將會全國山河一片空 不是面積上面 剛才說的分佈 而人數上 可以說 是變成一個 極多數黨 不單是多數 是極多數 四百多個位 暫時的民意調查 反映到這一點 說少少這個威爾斯 威爾斯今次 因為選區重新畫過界 令到他們的國會議席 由40個跌到32個 而當中估計 今次的YouGov 這個民意調查 Labor工黨 會拿到28個 也是絕大多數的 你見到 英格蘭 蘇格蘭 或者威爾斯 似乎 工黨都有絕對的優勢 這個都沒有什麼原念 因為就算你計算 統計的落差 或者每個選區 選情的變化 過半數應該都沒有什麼原念 差在400多 還是300尾 還是500 應該沒什麼可能 沒那麼誇張 但是 數字的變化 只不過影響到它有多大的優勢 但是似乎 如果這個YouGov的模型 是正確的話 這個民意調查 反映到現實 應該就是 由工黨執政 都沒有什麼原念 講到尾 這個 只不過是民意調查 有一定的反映到民意 但是並不代表最後結果 不過似乎 很明顯 工黨的優勢都很大 這個當然 各位觀眾 聽著關心的 一定是其中一個 就是移民政策 另外就是英國經濟 未來前景 在這方面 每一集跟大家詳細說 但是簡單來說 似乎 現在這個移民政策 已經擺在台上 因為 Reform UK 已經出聲 他們一向都說要零移民 也夾到保守黨 都開始出聲 就是說 要是每年 定個 定個上限人數 而且每年的review 似乎 很快工黨 一定要回應 究竟他們在移民政策上 有沒有實質少少的數字 實質少少的政策的變化 所以第一個 大家可以想到 似乎 未必 是 再繼續 門打得這麼開 就算不是完全打開 也好 可能這門已經窄窄地 已經 開始收窄 越生越賣 就快 好像現代一公司 要衝過那些門 要捐一條縫 才能走出去 有機會 可能是 不容易來到英國 這是第一點 而至於經濟方面 現在似乎 他們未有很多政策 實質的數字 可能這個真的要稍後才知道 不過有很多人說 工黨上台 經濟一定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不要 亦都不好 假設工黨 一定是經濟政策 很糊塗 但這方面似乎是更多的事情 而接下來 將會有幾場的大選辯論 大家還可以看到 這些政黨 打算抬什麼政策出來 到時再跟大家 說一下 究竟 這次選情 和大選的辯論 會是怎樣 然後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選情更新 就到此為止 多謝你的收看和收聽 記得留言 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